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在今天陪同考试院政府院长及考试委员被提名人 拜会民众党立院党团 民众党立委张旗凯针对先前发给提名人的问卷至今尚未回复 潘孟安回应25号之前就会交卷 而立委林国成则表示考试委员被提名人民众党的满意度极高 但希望不要再有绿油油的精神 能够被总统提名这个政府院长跟考试委员都是一时之选 相对于最近的NCC人事案跟这个大法官 我相信考试委员是比较受到大家肯定的 那我们就一柄就是我们会审好审满 那大家 我是觉得我们前准人在讨论的时候发现 其实很多都是很不错人选 我只有唯一一个提醒好不好 我们是第一个提收要审的人 对不对 那第二 第一个我们也是第一个提收要有问卷的 问卷到现在没回来 这个可能要拜托那个潘秘书长 过通一下好不好 我们要开始要审了 结果我们出去的文件到现在没回来 到底是府那边有意见还是 过通一下 可能的话这一点赶快给我们 我们在审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依趣 这一点因为在宪判之前 那我们大概等宪判的结果 那我想宪判解的很清楚 那朝北协商之后 上个礼拜去拜访国民党在等这个协商的结论 那结果的话在25号以前我们会送过去给各位 那因为议程已经排出来 那我们尽可能是协商结论 我们目前我们还没收到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了解 但一定会符合这个各位的要求 过去他们还不是提名人 那现在议程已经排出来 我们会全力以赴 我在这里第一个要提醒跟潘秘书长 这个投诉一下 其实今天可以来拜访 今天可以定 这不是我们黄总召跟我们台湾民众党 这不是民进党提的 是我们提的 又民进党说能不能共提 我们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民众党 本来就是对事不对人 对这些考试委员提出来 我们的满意度算极高 像这类提名人的当中 有时候总统府的沟通 党团的沟通非常重要 不要一味的去掛条位 这种东西不是一个政党协商的一个过程 我们希望不要力有有的精神 去做国家考试的这些事情 但是大家会去做国家吗 有时候再来支发 来支付一下 因为我们要求联系 然后再去做国家的 我们要求联系 请问一期 不是 解释